大家好,我是東英走的喬和鮑勃 關西地方稱作禁忌地方由二府五線所構成 大約有兩千三百萬人 人口的密度比台灣還要高 能夠拜訪的景點跟享受的美食絕對不輸東京 京都的京閣寺、川闖料理、大阪的新齋橋、章魚燒 神戶的海港風情、高級牛排、奈良的大佛 紀錄跟燕根的國寶城堡 這麼多的景點要怎麼安排行程 那本支影片,鮑勃就用一日遊的方式 介紹關西地方的不同玩法吧! 提到京都就不得不提清水寺以及周邊的整個大景點吧 本支影片Bob就來介紹怎麼玩這一區 但為了讓我們短暫的京都又更完美 早上我們先拜訪去京都車站 大概五十分鐘車程的位於滋賀縣的國寶 燕根城吧! 我們預計早上九點左右到達燕根城 燕根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一千六百年 由當時日本戰國時代的武將 也是德川四天王的錦衣執政下令建造 於西元一六零三年開始動工 前前後後總共花了二十年左右才完成 現在看到的燕根城基本上保存了四百年前的樣貌 非常的具有歷史價值 1952年天守也被列為國寶之一 然後也是現存十二天守之一 在這裡跟大家科普一下 日本雖然城堡不少 但少數的城堡為現存天守 指的是日本城郭中保有江戶時代 以及更早之前修築的天守 由於天守為木造建築 很容易為戰爭、大火或是建築老舊的損毀 所以目前只有十二座 所以像大阪城或是岡山城等等的知名天守 其實也都是二戰之後才重建完成的 這十二個現存天守對日本來說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 燕根城就蓋在燕根車站旁 到車站大概走個十分鐘 就可以到達燕根城的園區 先欣賞一下護城河跟伊羅哈松樹 以及18世紀完成的中堡化財 燕根城二之丸所合口多紋雅格拉 從錶門山到一路往上爬 可以看到中堡化財燕根城天秤雅格拉 是一個緊急使御敵用的狼下橋為中心 左右對稱的建築物 再通過一小段階梯就可以看到天守閣了 這裡的吉祥物燕根苗 每天會出現城堡三次 運氣好的話就可以看到這隻可愛的貓哦 天守格算規模不是很大 只有三層樓,21公尺 由不同屋簷設計的樣式集合而成 十分有特色 我們就登上天守 遠眺琵琶湖的景色啦 離開天守後往前走 來到中堡化財燕根城西之丸三重雅格拉 這裡是防止西面敵人攻擊所建造的樓層 景色非常好 也可以遠眺琵琶湖以及天守閣 如果有點時間的話 還可以走到明聖玄公園 這也是第三代城主 於西原1677年花了七年建造完成的庭園 也可以遠眺燕根城 回到京都大概是中餐時間 我們來試試看京都的名物壽司 青魚壽司吧 位於京都四條的一隻 於西原1781年看夜 非常有歷史 青魚壽司 就是將青魚泡上醋後 重複堆疊後 再加上昆布 吃起來味道酸酸的 蠻適合夏天吃 吃完中餐之後 我們就去清水寺吧 清水寺應該是京都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除了寺廟本身富含歷史以外 也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之後變成二年版三年版 也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喔 清水寺離清水五條站 走路約25分鐘的路程 當然也可以選擇從七原四條走過去 雖然會走比較久一點 但可以經過古堡八版陳設 一年版 二年版 三年版等等的景點 清水寺開創於西原的七七八年 距今也有超過一千兩百年的歷史了 境內約十三萬平方公尺 大概有大岸森林公園一半的大小 包含了國寶在內 總共約有三十個大大小小的文化財 那國寶本堂採無墊頂 或是日文的寄凍罩 是中國、日本、朝鮮古代建築的一種屋頂樣式 另外本堂懸罩在英語山上 不用任何一根釘子完成 是一個極難達成的工藝 本堂突出來的一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清水五台 高約十三公尺 大概是四層樓高 與1633年再建造完成 原本主要是當成日本的傳統表演藝術場所 現在大部分的時間則是用來當觀景台 日本的諺語從清水舞台跳下來 就是比喻要下定決心做出行動的意思 境內還有很多大家常在網路上看到的知名建築物 人王門就是清水寺的正門 於十六世紀建造 高十四公尺 寬十公尺 是中華文化財 奧之院跟本堂一樣 於1633年重建完成 也是玄造在英語山上 也是中華文化財 也有一個舞台可以觀賞京都的美景 在奧之院的正下方 是另外一個知名景點 英語瀑布 三拜者會在這邊裝水洗淨身心跟許願 景陵清水寺是另外一個有名的神社 叫做地主神社 也是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建築介於1633年建造完成 也都是中華文化財 可以在這裡求戀愛運喔 清水寺周邊有很多不錯的茶屋 大家可以坐在這邊休憩喝綠茶 然後享受甜點 真的是體驗日本的極致 鮑布推薦一家在茶碗版的Satsuki亭 於明治18年開幕到現在 已經超過130年的歷史 可以遠眺清水寺的重要文化財 三重塔 一年版 二年版 三年版 以及清水版 因為是通往清水寺的蒼拜道路之一而繁榮興盛 一路上有很多土產店 茶店 以及住宅 搭配著美麗的石階跟石牆 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 鮑勃二年版最推薦的地方就是星巴克 這家星巴克是全球第一間有榻榻米的星巴克 果然聽到這個就讓人家想一探究竟吧 這家星巴克是由古名家改建 街舞本身大概有100多年的歷史 一樓主要是點餐還有取餐 二樓則是榻榻米的專區 運氣好或是避開人潮的話 就可以坐到那邊喝飲料喔 建議大家傍晚來訪 除了可以看到白天的二年版 到了晚上的時候還可以看一下咖啡店外觀的打燈 也可以趁晚上其他店家都已經結束營業的時候 再沒有什麼路人的二年版三年版散步 體驗一下悠閒的京都夜晚 如果晚上運氣不錯的話 可以走到一年版附近的高台寺 春夏秋冬某幾個時段會有夜間的特別慘敗 晚上的打光真的非常的精彩 有的地方還會有燈光秀 慢慢在室內走一圈大概可以花個一個小時左右 很值得 晚餐我們回到三條四條這一帶 吃一家大陣初級又創業的鰻魚飯 荊棘卡內歐 店鋪保存了當時的建築 所以光是店鋪本身就很值得拜訪 鰻魚飯加了大份量的蛋在飯上 掀開蛋之後可以看到鰻魚及白飯 有趣而好吃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還可以訂閱 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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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